斯托娜的猿猴125 这可以算是最小 至少是我见过的 最小的一个偏三了 你看看我坐上去之后 你们总说我骑什么什么像骑狗 我这个那不是说什么的 像骑啥的 老鼠 确实是挺小 但是这个车行驶正常 你才几个人 三个人吗 对它后边可以再坐一个 当然我这个屁股比较大 所以我坐在上面之后 后边基本上就坐不了人了 知道这儿坐谁的吧 老婆 你要是养一个鸡毛 让他坐在这里 多拉风啊 对也是哈 对吧 这个车嘛 其实就属于一个城市里 你要是接个孩子 带一个宠物出去玩的时候 坐这么个车行 你看他跑 速度他跑不太快 能跑个五六十马 他的油箱和咱的小油外的油箱差不多 六升左右的油箱 所以说续航的话也就200能到200吧 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要买这么一万多块钱 买这么个车 其实也挺拉风的 但是咱现在也没通商店 也没法具体的去感受一下 我不知道骑这种偏三和咱平常骑的那种三轮车操控应该一样吧 这个容易翻吧 不容易翻 这个很稳 因为它前面这个鼓轮它就是和那种三轮车有点区别 它是偏的在边上 就跟你骑一个摩托车拉到一个箱子边上 这种感觉的 所以操控肯定比那种三轮车好 因为三轮车是在中间的那个鼓轮 亲爱的 这小车适合我 怎么样 适合我的气质吗 你这个气质 我觉得你骑上好像也有点小 有点小吗 你不是放个金毛吗 我觉得你坐里边也行 这车真适合个摩托车 是吧 这个挡还不用没有离合 它是和雅米一样循环挡 哦循环挡 你就这么光挂就行 而且它这个也不存在倒 那真挺好这小车 还挺拉风的呢 看到吗 这安全带这么一系 这孩子一坐就安全了 这个安全问题是最主要的 知道吗 嗯 对 你载得下去了 你做没问题 不过你这个太重要了 你这个 不行吧 幸福太大 我说吧 你腿就伸不开着 是 进行能进行 但腿伸不开 你看了吗 你可以往前伸 但是你这样得劲吗 得劲 得劲行 买一辆带着你 不 得劲是得劲 但是我感觉前面 也没有任何挡 不是 关键什么 我有带着你的说话 我都害怕你把我给牙牵了 你太趁你知道吧 我等于是带着个斗子 斗子就放了一个二百多斤 你想想 你骑了个摩托车 旁边带着二百多斤 它不会骗牵吗 这种的应该不存在偏偏的事吧 不知道 让我这种体重 两百多斤 但我一只最外宣称是两百斤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它 这种的无论是排量 还有气质 对吧 对 你看看 这个看上太睡了 这个做气拍 对 其实是 这个睡 出去玩得骑这个 那种比较适合 我觉得市区里见个孩子 就像刚才说的 是牙狗 上面 那也挺好 对 这个坐地也绝对舒服 你看看这 它有这个什么 备胎 备胎 嗯 这前面你看 这也有挡头 挡风 对 这感觉绝对不一样 这个气质 比较符合你 你的气质 好 你看后边还有这个 这才符合我了 咱一家三口 对吧 后边那站着的吗 还坐着的 不知道 这是个拖斗 里边放东西的 这个车本身就可以坐三个人 你前面坐一个 后边坐一个 中间再坐一个 对吧 这长江边三轮